什么,这个圣诞节风歌没和王妃一起过? 娱乐圈中,痴情的男人不少,但像谢霆锋一样为爱疯狂的男人少之又少。 早在谢霆锋与张伯芝结婚以前,他就曾和王妃进行一段热恋。 这对年龄差距太大的姐弟恋在当时也是轰动娱乐圈。 而谢霆锋当初与张伯芝的爱情可谓受众多人祝福,二人也被看作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但是看似般配的二人却在张伯芝生下两个孩子后仍然结束了这段婚姻。 可能谢霆锋的心里,王妃的身影始终挥散不去,正好赶上王妃与李亚彭离婚,他俩也就复合了。 然而,复合是复合了,网友们期待已久的动静却还是没有传出,不禁有了疑问,到底怎么了? 昨日,12月23日,邓紫芝在微博上晒出谢霆锋做的美食,并称谢霆锋又带他去吃东西了。 而邓紫芝近日晒出多张美食图片并有与谢霆锋很显亲密的合拍照,看似二人在国外玩得很嗨。 不过,看似在游玩的二人应该是在拍摄新一期的风味。 而如今临近圣诞节,忙于工作的谢霆锋很可能并不能及时赶回北京与王妃共度圣诞节。 这也让很多网友再次疑惑二人感情问题,如今二人在一起已经有几年了,当初的激情可能已经不在。 支撑着两人走到最后的,也只有爱了。 王妃一次都没有出现在谢霆锋的节目上,两人也没有公开在社交软件上大秀恩爱,甚至都没有晒出一起庆祝节日的照片,是没有还是不想有呢? 两个人的感情是否还一如当年般能够互相闻上爱的纹身呢? 还是说爱情只是假象,毕竟两人复合了几年都没有传出结婚的消息。 前几天,早就与谢霆锋离婚的张伯芝一天之内三次更新微博发表她再次喜当妈的喜悦心情。 反观王妃与谢霆锋却迟迟没有动静,甚至以王妃现在的情况怀孕是很难的。 那么,没有以孩子为戏的婚姻,她们的爱情能否维续下去呢? 那么谢霆锋与王妃的爱情又将走上怎样的轨道呢? 父亲的阻挠,相差11岁的姐弟恋,这对姐弟恋在娱乐圈一直不被看好,但谢霆锋与王妃的恋情弯弯绕绕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爱情的力量果然可以跨越时空。 如今复合数年虽然还未对外公布婚讯,但二人的感情从谢霆锋偶尔所晒出的细节上看依然甜蜜。 现在谁也不知道最后故事的结局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祝福他们能够开花结果。